大家好,我们前面一段看了一下JQuery的基本语法 还有Selector, Theater,这些基本的语法 现在我们再来多看一下JQuery Core 就我们下载的JQuery Core里面还有哪一些东西 包含了Attribute,还有一下Dome的Triversing,Event,Effect 还有很多其他一些细节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在Facebook上面也用到JQuery Google也用到JQuery Facebook跟Google的页面他们怎么样使用JQuery 达到一些他们的特效,特别想要做到的效果 那JQuery Core里面有几种做法 我们通常用Dollar Sign 但你不用Dollar Sign的时候 它Namespace有没有conflict 如果说你在其他地方用到Dollar Sign的话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符号来取代那个Dollar Sign 譬如说用JQuery 或者是你用自己取一个名字来取代JQuery 这是都可以的 我们后面都会看到这些 可以设定HML, CSS, Copy 这些我们后面都会慢慢地来看 那先看几个例子 那像这边我们在Input,HML Input里面SelectRadio 这个是一个Filter,FilterRadio 那在DocumentForm里面,Form 0 在第一个Form里面,First Form Form 0是First Form里面呢,寻找这个Input Type是Radio的 这是一个选择 那另外这个是有动作的AppendToBody 我们把这一段Division 第二个例子里面,把这段Division 这个Paragraph,然后在这个Division里面Hello这里 Append到那个HML的Body后面 那这个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对这个DocumentBody 然后set它的CSS,到CSS里我们set它的CSS 我们就可以在DHML也可以setCSS 那把它背景的颜色变成黑色 那这个呢,是我们把FORM里面 这个FORM,这个FORM叫做MyFORM的这个 它的里面的这个元素全部都HIGH的 隐藏起来 那下面这个 我们最想看到的DocumentReadyFunction 事实上这个DocumentReady事实上可以取消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比较完整的写法 那如果我们有些术写 Shutcut的写法的话 DocumentReady可以取消 DocumentReady直接就写Function就可以了 所以表示说当这个文件被下载以后呢 完整下载就可以执行以下的这些 所谓的JQuery的选择跟动作了 好,那有关于JQuery的这个 ObjectAccess 好,那有哪些Select啊 这些还有很多的条件啊 我们等一下再多看一些例子 那其中蛮核心的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在JQuery里面 我们可以定义Data 那Data的话 我们说所有的HM、CSS 这些东西从Web那边 从ServerSide 到了这个ClientSide 到这段去想以后呢 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用JQuery来处理 所以我们有很多变数 那很多变数的名称啊 我们都可以来 找Process 所以它这边有一些Data相关的 功能 然后还有一些Q 资料结构 Q、DQ 这些都可以等于 资料结构的功能它也有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 我们在这个选择的Division里面 我们定义一个DataSet 就是一个Data 那这Data的名字叫做Test 里面有两笔Data 第一个变数叫FSTFirst 第二个变数叫LSTLast 那First的10是16 是一个整数 Last是Pizza 是一个四串 所以Test这个Data呢 它里面有两个变数 一个Test 一个叫做First 一个叫Last 那这两个变数呢 其实上我们就可以 Data就可以用了 那我们在这个 Span里面 注意到我们这边没有写FISD 那Span里面呢 我们取它First的FIRT FIRT 是一个FIRT 那谁是FIRT 所以我们在这个Span里面 下面则是这个一个Span Span里面的First的这个变数呢 我们Test 它的内容用什么呢 用Test 我们把上面那个Division里面的Data 名称叫Test里面的FST 放到这个Division里面的 第一个变数里面 所以我们把这个16放到这里 基本上 我们定义一个Data 然后把这个Data呢 放到这个Span里面的第一个变数 然后把 如果我们会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任何的 宣告任何的变数 然后把任何的变数呢 用这JQuery呢 在我们的这个网页里面呢 做Manipulation 做各种不同的操作 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定义了一个Data 然后它就是Test 两个变数 一个First 一个FT、LST 然后把这个FT、LST呢 在这个Division里面这个呢 放到这个Span 用这个Filter里面的 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变数的 它的内容 Text 把它放进去 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用HML 就放HML进去 用CSS就放CSS进去 OK 然后呢 呃 我们事实上还可以有一些 这个 Plugin 用Extended Function 那Extended Function 可以有两种写法 一个JQueryFM Extended 一个JQueryExtended Extended Function就是 我们不直接把那个Function 写在这个后面 像我们刚才前面 有一些例子是 这个Function直接 内容就直接在 这个Function直接定义 在像这最后一个Function 就直接 它的参数 它内容 直接写在这里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 写在外面 像我们可以把JQueryElement 一大碗 提供一个新的Messor 然后让这个 让 所以我们要做JQueryPlugin的时候 等于是一个延伸在外面的一个Function 我们可以来 来用 这个FunctionExtended 如果是只有Extended 这个物件本身呢 就不要用这个Function 不要点Function 点FM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例子 这个FunctionExtended 这个例子是 我们选Input 就是CheckBox 假如我们选这个 CheckBox或Radio 那CheckBoxRadio 当然可以Check或Uncheck CheckUncheck的话呢 是怎么判断呢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在我们ExtendedFunction 叫做 一个叫Check的 一个叫Uncheck的 那Check的话呢 就是 我们这个 这一个 CheckBox的这里 如果是 被Check的 就是我要去 我本来有选 我们现在 本来没选 我们现在要选 Uncheck的话呢 就是本来选的 我现在要把它给 消掉 那这个 选跟 消掉的这两个动作 怎么做呢 那所以像我这边要选 这个CheckBox 那这个我现在要 消掉 这个Radio Radio本来已经选了 所以如果要选的话呢 就是 Check的话就是 我 我把 True assign到 这个物件 Checked 然后那Function Check就等于 把这个Check 给True 那就等于选了 Uncheck呢 就把它变成False 把Check 变成False 那就是Uncheck 这两个动作 是ExternalFunction 如果我要 我要用程式去 Check 或是Uncheck的话呢 就 就 在 这两个方式 是定义在 这个一个 Extended External的这个 Function里面 所以这个 通常用在Plugin 我外面如果Plugin的话 用 那ExtendedObject 可以 像这里的话 这是Extended 找的 Minimum或Maximum 那 那 这里 这是Extended 这个Object 它里面有 Minimum Maximum 那Function就是 A B 里面 Return 比较AB A大 就是比较I 所以 所以这里 在JQuery 我们使用的话 就是用Min 23 推到2 Maximum 15 Return 4 Return 5 所以这个是 就是 是一个Extended Function 那再下来一个 issue就是 Interoperability 这个字我们翻译成 互运 对不对 operation operation interoperation 就是在互相之间 它能够运作 互运 那 对不起 那这互运里面 最有用的一个 JQuery的功能 这个Function呢 就是 No Conflict 那No Conflict 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Function 给Ctrl $Variable back to whatever library first implement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本来 我们JQuery 现在简写都用$ 那很方便 我不用再写JQuery了 但是 你如果 里面原来 你的这个Library 原来已经有用$ 那如果 你先JQuery 加上$ 那 那就 两个就 Complict 对不对 所以 No Conflict 的话 意思是说 那我就不用$ 我定义另外一个符号 来代替这个$ 来代替这个JQuery 所以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 我就 我就这个 我放弃用$ 我换另外一个符号 那这边的例子 那 那 JQuery No Conflict 就是说 我 我要 我要 我做JQuery 就是写在这边 做JQuery Division Hide 那 那你在其他Library里面呢 你就可以用$ 那 如果你在 anotherLibrary 这个$ 你就可以用$ 所以你在这个Library里面呢 你就 用这个JQuery 那 那其他Library里面呢 你就可以用$ 你就可以用$ 那 那当然也可以setNamespace 如果 No Conflict 变成True的话呢 你可以 这个 assign成 Dom.query Dom.query 就表示说 我 我现在 我 No Conflict 然后我set 我这边 等下Initiate 我要用到的 JQuery 就是 Dom.query 后面都是跟JQuery一样 等于我的Namespace 我自己定一个 我自己的Namespace 我就不跟你那个$ 的 Library去Complete 所以 因为前面你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Library 已经有$ 那我这里有些用 我就用另外一个名字 叫 Dom.query 我就用Dom.query 那其他的Library 有$ 他继续用他的这个Library 那如果另外一个版本的JQuery 那你就可以用JQuery 等等 所以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就有所谓的Namespace 的概念 就因为我们定义了这个名称 尤其是Dom.query 可能会在每一个 这个目录里面 他们会有冲突的名字 那这个时候就用 用这个JQuery 来 来resolve 他的这个 不一样的地方 那 那在下面 这个是 更多的attribute 我们attribute 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一些了 那这attribute 很多的attribute 基本上都是个NameValuePay 所以attribute有更多的 像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 我们有 三个button button的排列 就012 三个button 那我选择button 那featers 用它这个button 大于1的 012 大于1的就第2 大于1的 这个button呢 我们把它attribute 设定成 attribute disable attribute里面 有一个属性 是disable 把这个button的 attribute 那个 disable 那个属性 设定它的值为 disable 所以这样的话 这里三个button里面 这大于1的button 就是这个 secondbutton 这个button 有关于class的也很多了 我们看这个class的话 这个togger 这个是一个toggerclass toggerclass的相关的 gifepate 处理 你看 我们对 这边有 这边有几个paragraph 这边有几个paragraph 那我去click它的话呢 我click它的话 那执行这个方形了 那就用toggerclass 它highlight count++ module3除以0 就是我click一次 它count 这个count的值本来会是0 click一次呢 它就 它就 这个count就加1 然后再加1 再加1 那 那 那这个highligh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这个count 除以3 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一个 这个class 就换成highlight 这个switch 这是个switch 就是说 switch的时候 它就会变true 如果它变true的时候呢 就做highlight 那个class的效果 所以我在这里click一次 click两次 我click第三次 click第三次的时候呢 那 那 那这个 class呢 它就变成 变成这个 highlight 就是 就特别的 秀出这个css里面 定义的这个class 就是 这个togger 那 switch是一个true 我true的时候就形成这个功能 选出这个现象 选出这个现象 当然有关于 HTML text value的 也很多了 那像这里 这个division 就 set它的HTML 这HTML 这个class叫做red 那 那 那你这个 内容是hello 然后 again 那 那这个 把 把这个 这个HTML呢 把它 加在这个division的这个后面 那 这边这一个 呃 也是叫text 它不是加HTML 这是加text 所以它 这HTML 它就秀出HTML的效果 这b就变成b gain就变成粗体质 反正好露一下这个 呃 gain的后面 它就变成粗体质 反正在后面 那 但你这里的话呢 你这边是text 所以刚刚这边是HTML 对不对 那这边是 是